大家好,这里是真赖小叔良 你知道为什么换店里炒出来的荷兰豆 总是那么心碎口口好吃呢? 那咱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这道菜的具体做法吧 大家赶紧跟着视频一起进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先准备适量的这个荷兰豆 先给它去头去尾 去头尾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直接用剪刀来剪 其实这种做法非常的错误 我们一定要像视频中这样子用手一头一头的给它掰下来 在掰下来的同时它会拉湿一条细丝 如果这条细丝没有洗下来 同时就会影响口感 全部处理好后 接下来我们来清洗一下荷兰豆 荷兰豆看似干净 其实它的表面都会裹着一层三流的荣药 所以我们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加入 苏打粉以及食盐 这样子来给它浸泡 因为小苏打有着一个很强的吸污容力 它可以把三流的荣药 全部给它吸污出来 下面 我们再准备一小段的胡萝卜 先给它切成薄片 全部切好后 我们继续再给它对半切开 切好后直接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那接下来 我们再准备一颗甜辣椒 先给它对半切开 然后再给它切成宽一点的小条 最后再给它改刀切成菱形块 全部切好后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最后再来一根自己做的腊肠 先给它切成薄片 这些腊肠都是我自己做的 特别的香 特别的好吃 吃上一口满嘴流香 浮油不腻 特别的美味 切好后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的荷兰豆已经浸泡的差不多了 用手给它捉拌两下 直接给它倒掉 用流动的清水清洗干净后 给它倒出来控干水分 放一边备用 这时候的荷兰豆已经浸泡的差不多了 荷兰豆已经浸泡的差不多了 用手给它捉拌两下 用流动的清水清洗干净后 刮中的水烧开后 再倒入一勺食用油 加入食用油 可以让烧出来的荷兰豆 更加了油润 碎粒 然后再把荷兰豆倒入锅中 勺个30秒 切记 勺水的时间不宜过少 30秒刚刚好 给它撈出来 控干备用 开碗洗锅后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再把大蒜给它倒进来 爆香 扫出香味 然后再把之前切好 加入辣糖给它倒入锅中 继续翻炒 这时候的磨不能开得太大 不然少数来的辣糖会发苦 然后再加入数量的蚝油 以及白糖 我们继续翻炒 把调料给它翻炒均匀 少数香味 接下来再把荷兰豆 还有胡萝卜 以及香辣椒 可以给它倒入锅中 开大碗继续翻炒 开大碗 开大碗给它翻炒个五六四八下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 我们再简单的调个料 加入一勺鸡粉就可以 其他的调料 说不用再放入了 把鸡粉给它翻炒均匀 即可松出备用 哇 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子一道简单 高原值的荷兰豆 就已经做好了 光滑给它装出盆中 哇 真的是太香了 口水都流出来了 荷兰豆少辣肠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好吃 营养又下饭 辣肠 里面都是猪肉做出来的 特别的营养 美味 这个荷兰豆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碎粒 吃起来 特别的碎爽 里面搭配这个甜辣椒 还有胡萝卜 既营养又漂亮 荷兰豆用这个方法炒出来 既好看又好吃 比换店里的还要强 如果你们家里来客人的话 做上一份来招待客人 颜值非常的高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